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我是喜化 好久没有做镜头评测了 的确最近是比较忙 没什么时间拍视频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最近也真的没有特别有意思的镜头 让我非常的心动 除了这一颗 最近气功将给我的25毫米0.95 你看到这个打光圈 哦呦我去 因为我还是用这个镜头主要拍照片 所以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的喜欢 这种无挡光圈的设定 不过他手感真的挺顺滑的 这个阻力感真的比之前的产品要棒很多 只是这个大的一个size 这个尺寸真的好大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0.95的 然后拿着我的35 1.2的第二代 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个还真的非常小巧 最关键是他这个是有机光圈的 虽然这个光圈的话 这个手感还是有点虚 不过这个尺寸 真的是有点让我震撼到了 好废话不多说 要我们一起上硬材吧 各位记得一键30 咯 接下来的照片跟视频基本上我都是使用0.95这个最大光圈所拍摄的 有会发生这种小光小大光圈拍圆的地方没什么感觉 但是一旦拍近就好像把这个东西从背景里面把它抠图抠出来一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种中华服相机的感觉 玩摄影不就是跟这种以平常生活很不一样的感觉出发吗 说回光圈环 这个是我对这个镜头最不爽的地方 就是你很容易你的手会习惯性的调整光圈而不是对焦 第二个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照片一样 就是在一些逆光或者是这种慢反射下 由于度膜不好的话肯定是没有那么的锐的 不过这个也还好你找一些好的角度 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比如说像室内的即便是放大100% 你可以看到这个锐度还是相当赞的 问题是你要把焦给对上 我真的是太喜欢这种小广角 然后很大的光圈这种效果 不过这个镜头模仿中华服最不好的一个地方 就在意它的二线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焦外的这个玄焦 还有这个光圈看起来还是差点意思 反倒是这种背后没有光圈的就看起来很舒服 另外一个这么大的光圈 你可以在晚上几乎没有什么灯的时候 可以排除之前我这个富士APS-C画幅拍不出的一些东西 另外还有一个点了这个镜头是手动对焦的 像我们这种老师傅的话就用起来很舒服 因为大的光圈如果是自动对焦的话 你要弄得很快的话真的是挺贵 而且挺重的 如果你想要避开这种纸边多么不好的问题 当然还是要拍黑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